香港醫院藥劑師師學會會長崔盡明說 市民的期待退銷藥、雙封藥 甚至喉糖的需求都有所增加 情況是無可厚非 但他強調本港有關藥物有足夠供應和儲備 他建議試夜的時候可以問藥劑師意見 這些散裝和包裝只有外餘的藥物就不要購買 他又提醒市民不需要糰織太多藥物在家裡 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明都指出 我們半天還說一定要五晚 還是要打算了 高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明都指出 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明也指出 最近因為假期影響了物流運輸 加上多了市民賣泊熱系統的承藥 令供應出現短缺 最新甚至有全病毒會引致吐舍 就連紫謝藥都喜歡搶救潮 他又說雖然目前市面上的泊熱系統承藥短缺 但估計未來一兩個星期就會有足夠的供應 因為最近在網上我們都看到很多 新的病毒會引致吐舍 那些人又怕賣掉一些紫吐舍的藥 如果是本地生產的 我想會比較快一些 一至兩個星期它應該可以生產到 但除了供應本地之外 如果要應付國內的需求 香港可能應付不了 很多東西你預備生產 例如你要預備原料 印刷、包裝等都要一些出限 另外 立法會醫療衛生界議員林哲元就說 目前未見到家庭醫生出現缺乏藥物的情況 形容市民意示缺乏的不是藥物 而是信心 對政府應不應該送藥給市民 他希望政府要認清需要 如果收藥的人都是傳送出去 最後自己有事的話 都只會變成無藥用的情況 鳳凰衛視記者林家樂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